大家好 在这两天 有没有感觉到天气非常的炎热 像今天的最高温 不在台东的大午了 因为风向有点转变了 可是这温度最高的地方 在台北市仍然是偏高 今天最高温在板桥侧站 可是达到了36.2度 要提醒您 这样热的天气水分的补充 真的不能少 要不然很容易中暑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在这个礼拜的天气变化 我把这个礼拜 分成三个阶段来告诉大家 第一个阶段 从明天开始一直到星期四 你可以注意到 午后蒸雨的状况来说 要增加了 天气形态来说 中午仍然有达到35度的高温 这样的感觉是湿度大 温度高 所以是一个闷而热的天气 闷热的感觉在周二 周三周四 因为最主要太平洋高压的势力 略微的减弱 但是到了礼拜五的时候 午后蒸雨的状况来说 就剩下三区的部分 容易会有午后蒸雨了 因为太平洋高压的势力 又开始要增强了 而到了这个礼拜六 礼拜天 这许多同学开始放暑假了 这温度形态来说 又是偏高 高温的部分 依然有达到36度的机会 另外呢 在天气晴朗之下 你户外活动 小心别晒伤咯 所以呢 在这个礼拜来说 依然是炎热 依然要多喝水 午后蒸雨 明天开始 山区的部分 会先开始增多 我们接着就来看一下 这一张卫星云图了 云图上面 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得到 太平洋高压的势力 笼罩台湾上空 在前两天的时候 风场来说 因为撇着西南风 甚至在昨天前天 这大午的高温 甚至还达到了38.7度 但今天呢 最高温在台北的板桥 36.2度 温度形态来说 今天的温度在北部是最高 但是呢 我们注意哦 北方有云带 在台湾北部海面通过 跟包含华南地区 因为呢 整个封面带的水气 现在是在江南 一直到华南以北的位置 可是呢 这个封面带的水气 现在下午的时候 有影响到马祖 所以马祖的朋友 在下午的时候 就感觉到有雷震雨的现象出现 不过呢 这也是因为 午后的热对流的作用 加上封面 前缘的云系的发展的关系 可是呢 这个云带 不会到我们台湾上空 在明天的时候 随着太平洋高压的势力呢 要略微的减弱一些了 所以也就代表着说 我们台湾上空 午后争雨的状况来说 要开始的增多了 从地面图上 就可以注意到 太平洋高压势力 明天开始要减弱 北方的话呢 封面云带不会影响台湾 但是封面云带的云系的水汽呢 仍然是由西朝东的方向走 那在明天的时候 有些水汽带 比较近来台湾上空 相对的 我们的午后争雨的状况来说 在下午以后 就会比较明显的增多 要提醒您特别注意哦 这中午之前的时候 各地可是天气晴朗 北部的高温 依然有在36度的高温 但是到了下午以后 你在山区 在北部活动的朋友 都要特别注意 会有三八号开始出现 但在中南部呢 明天的午后阵雨 偏向于山区的部分 但到了后天呢 高压势力再减弱一些 相对的午后阵雨 从北到南都有机会出现 目前看来啊 要到了礼拜五之后 太平洋高压势力 才会略微地开始要增强 我们的午后阵雨状况 在这个周休假期 相对的就会变少了 不过要提醒您哦 这个礼拜要安排户外活动的话 两件事情注意 一个要防晒 第二个要多喝水 来看一下温度了 先来注意到温度的状况 白天的高温的部分 在北部仍然是最高 预报上34度 但在中午之前 云层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 还是有机会达到 35度以上的机会呢 过了新竹苗栗以南 午后阵雨就比较不会下 只剩下山区的部分了 南部地区的午后阵雨 主要是在山区的部分呢 相对的平地的部分 在中部跟南部 都有33到34度 恒春半岛甚至有机会 达到35度的高温 而到了东半部地区 到宜蘭 还有宜蘭的朋友 会有三八喉 所以下午在山区活动 平地活动都要注意 花莲台东好天气 八点以后就要防晒 外岛地区的马祖基门 伴随着在中午以后 容易会有些午后阵雨发展 来看未来一个礼拜了 从礼拜二开始 午后阵雨要增多 周三周四比较明显 到了周五周六周日 相对的午后阵雨的状况来说 又会再减少些 而外岛地区来说 马祖基门在明天的时候降雨多 后天开始又会减少 小丁您提醒你两件事情 一个高温的天气 记得要多补充水分 尤其十点以后 开始到下午两点 温度可是最高呢 还有白天阳光强 外出的时候 防晒工作不能少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